黑衣男子上身赤裸 后方还有人勒着他的脖子 做事围殴 一旁同伙甚至把过程拍了下来 传给被掳男子的母亲 吓得他立刻报警 登下 登下 鹤林在场所有人趴地蹲好 警方获报立刻就照片线索 以及被绑男子的足迹 找到绑架犯的住处 攻坚抓人 不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发现这名被掳的男子 竟然是从位于中和的租屋处 自己搭计程车 遇到被绑架的地点 警方发觉相当不对劲 才发现这起绑架案 根本是自导自演 实际来到移工的住处附近 可以发现光是一条小巷子 里面就有好多间工厂 因此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所以这里也聚集了一些 移工宿舍 楼上 楼上 二楼以上都是啊 还好啦 是 还好啦 就是休息的时间 六日会比较麻烦 因为他们就整群整群的 充充充充充充的啊 多多早早一些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比较乱的感觉啊 这名团姓逃逸移工 因为缺钱花用 竟然异想天开 伙同四名友人 拍下假的绑架围欧影片 再传给他的母亲 勒索新台币三十万元 母亲立刻就请他的台籍未婚夫 报警处理 警察 系越南籍团姓祖贤 我同越南籍友人 至早自演之诈欺案件 遇趁其远在越南的母亲 准备与本国籍成姓男子结婚之际 诈骗两人财物 移工在台工作 身上钱不够用 竟然就把歪脑筋 冻到自己母亲身上 后续警方也将依诈欺罪 将团姓祖贤在内的五人 通通移送法办 金星人出道会领域成长报导